接下来的话,当然就加按钮 按钮前面讲过了,大概做个复习 这个是瓜铺资酸公式 复制这个名称,把这个名称给贴上去 如果说两个下面这个按钮要一样大 习惯上是复制这个 然后把它贴,贴习惯是要不要放这边贴上 Ctrl V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按右键 重新指定它是清楚 把名称复制之后,再把这个贴上去 这样两个按钮就做出来 将来你把旁边点一下 试一下清除,OK 这边清除,输出公式 如果目前的话是输出公式 那我要什么,不要输出公式 而是什么,输出最后的结果 所以你需要假设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动作 基本上就是把什么 把Excel里面的函数 其实要把它转变成VBA的函数 Excel跟VBA的函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Excel里面用Find 可是特别注意,在VBA里面 像之前那个范例本来是用Test 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Format 可是结果一不一样,结果是一样的 在这里的话 它用Find,可是在VBA里面它换了一个函数 叫InString 这个函数 In在STR就是字串 在那个字串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不过Find跟InString里面最大不一样 就是Find是什么 先Find前刮弧 再去哪一个储存格里面找 InString的这两个顺序刚好颠倒 OK,所以特别注意,两个颠倒就OK了 好,第一个 那Mid的话呢,一不一样?Mid一样 VBA里面呢,它切割字串的话也是用Mid 第三个ifl if嘛,所以在Excel里面是用if加l 可是在VBA里面 可能我们就要写逻辑了 逻辑的话可能就是用if 来代替ifl 至于怎么写,我写这个就看 一切到VBA来了 OK,好 第二个的话,比较快的方法 把这一段复制贴过来 来改就好了 改哪里? 把瓜胡四串改成 瓜胡四串底线公式改成瓜胡四串 名称不一样 OK 第二个的话呢,输出什么 输出什么我先不知道 那就先丢一个这个空的 也就是说呢,我今天呢 范围知道了 for i 等于第二到第十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 我需要知道的讯息有几个 第一个 我先把这里面这个,这个先清掉 让思考比较直觉一点 然后呢,接下来我就 是要怎么样 先在那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找什么 有没有钱瓜胡 有钱瓜胡的话呢 就把钱瓜胡的位置记下来 所以记下来的话你可以给个变数 A A这个叫变数 你当然不一定要取A 你叫XYZ都可以 A等于什么呢? 去帮我找 In3 钱瓜胡 这个In3就是 等同是在 Excel里面的Find 它一样会跳三个讯息 从哪个字开始? 没有,跳过就可以了 去哪边找? 去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怎么叙述它呢? 就叫Sales 瓜胡哪一列? 第i列 的A栏 有没有 意思说去帮我先抓A2 来看看 然后 先跟他讲说你去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第二个逗点 跟他讲说 双引号 你帮我找钱瓜胡 双引号 后瓜胡 好 那这个叙数意思说 帮我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钱瓜胡 如果有钱瓜胡的话 特别注意 它一去呢 就会丢回来给你什么 丢回来给你4 比如说你找这边的话 一样会丢给你3 可是如果你找这个的话 没有 对不对? 它不会错误 它会丢回来给你什么? 给你0 意思说 这个里面如果没有瓜胡 那就是0 OK 那再来一样 在这个底下加一个B 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做什么呢? 找后瓜胡 前面名称不能一样叫A 叫B 帮我把B就是去找后瓜胡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跟刚刚那个逻辑很像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如果找到A跟B的话 那后面这个地方 丢过来这里的话 其实就跟刚刚那个一样 MID 钱瓜胡 什么呢? 其实它也是三个 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什么? String String就是说你资料来源在哪里 就是这个储存的 所以其实偷懒一下 把这个Sales A栏的 这个资料放到这里 意思是说A2 A3 A4这些资料 豆点 第二个 从哪个字开始? 其实跟刚刚一样 从钱瓜胡找到的位置加1 对 A加1就好了 豆点 几个字 对 后瓜胡的位置 有没有 减掉什么? 钱瓜胡的位置 再减1 一模一样 对不对 后瓜胡 好 写完了 可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现在 执行的话 他应该会错误 为什么错呢? 错误 错在哪里呢? 这里面没有瓜胡 有没有? 0 0 所以0加1 这个应该1 从第一个字 但问题后面几个字 0 减0 减1 负1 负1 负1个字 没有 所以他这个地方出错 也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这样 没有瓜胡的话 你必须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也就是当他怎么样 如果里面没有瓜胡 就不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一行的上面 接下来了 如果以后你要判断的话 重点来了 特别之后 以后在程式里面要做判断 一定呢 要先加个if if什么呢? 什么情况下 我才会去做切割的状态 就是说当他 当什么a怎么样 a如果等于0 表示没有瓜胡 等于0 表示没有瓜胡 那没有瓜胡就不能 所以不等于的话 特别之后 在exale或VBA里面 不等于是写的那样 不等于0的话 空一格then 特别说if的逻辑判断 一定是if 逻辑 空一格加一个然后 然后呢 请你在开头有if 结束就end if 结束 if 然后把这个叙述放在这里面 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a假如不等于0的话 那采取切割 意思说有瓜胡 可是问题 如果他等于0的话 表示说他没有瓜胡 有点像闸门 比如说你要进捷运的时候 又有卡一刷才可以进 可是如果你没有刷 进不了 意思一样的 也就是这个如果没有 所以我把这个箭头往上拉一下 我加了这个叙述之后 你会发现 VBA有个好处 就是说如果你程式要 要让他移动到上一行 你可以拖拉上来 那如果你要让他执行下一行的话 你可以按F8 你会发现 F8他就执行下 意思说因为这个逻辑 他等于0了 所以这个闸门就不给你过 他就跳过去了 他就不到里面切割 那也就这一行保持空的 OK 底下一样 所以再来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那当然这个I等于3 3意思就是抓这个了 好第三列了 第三列里面 A是多少 A是3 B呢 B是9 那这个A是不是不等于0 对不等于0 意思说他里面有瓜胡 有瓜胡的话 好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可以进到里面 有没有 有瓜胡 A不等于0 意思说有瓜胡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要的资料切割过来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第三届冠军就切过来了 OK 依此类推 有没有 这个有 参赛 这个也有 这个也有 黄飞有没有 黄飞他没有瓜胡 所以什么 跳过去了 所以呢 就不会造成错误了 那也就是说 刚刚是用IfAir 不过如果说呢 你今天假如用VBA的话 你可能要把IfAir 改成像这样的叙述 这个叙述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 那个Excel里面 第一重要应该是回圈 范围 第二重要呢 就是说你什么地方需要做一个什么 闸门 要让他过 不让他过 那你可以在If跟Ram中间加一个逻辑判断 要 你这个条件 加在这边 OK 其他都一样 所以把它执行 前世写完了 OK 把它清除 在这边执行 那一样 最后把这边复制这个按钮 然后再贴到这边来 那这个按钮的话呢 我就叫刮胡自串好了 OK 最后看出来的结果 基本上跟上面的最大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有公式在里面 清掉 这个的话呢 就是完全是保持没有东西 OK 所以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丢公式 一个是丢结果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我们基本上 是把什么呢 把那个刚刚的那个逻辑 Excel的逻辑 转成VBA逻辑 那有哪些地方 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也不用特别背 最好是 就是用理解的 一就是 这个Find 改成In3 然后这两个颠倒 它是先刮胡 再去哪边找 那两个颠倒 第二个的话Mid Mid一样 所以这个不用变 IfAl的话呢 就是用这个 中间这样的逻辑 OK 程式不多吧 1 2 3 4 5 6 7行 程式没有多少东西 基本上就是4圍圈 4nets 然后抓一个前刮胡位置 抓一个后刮胡 如果这个A不等于0的话 再把结果丢过来 大概是这样 应该可以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程式不多 可是效用很大 以后的话很多地方程式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程式里面最常会遇到的就是回圈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逻辑判断 再来就是加上变数 像A跟B还有I都是变数 那所谓的变数就是里面的词会不断 可以被你改变 OK 顾名思义就叫变数 里面可以 放找到比如A的话可以放 找到的前刮胡的位置 帮你记下来 这个变数其实有点像一个动态的剪贴布 也就是这个剪贴布里面的资料可以复制 暂时放在记忆体的某个地方 这个变数其实道理有点像 OK 那变数的名称你可以自己取 不见得要叫A叫B 如果你要叫XY 其实也没有问题 可以试一下这个部分